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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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实物资料还原这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片段 解开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千古之谜 自1959年以来 考古工作者对文献记载中 咸阳城的所在地咸阳园 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 在发现众多建筑遗存的基础上 考古队员证实 仅作为内城的咸阳宫 占地面积就达到了惊人的3.72平方千米 是北京明清故宫的五倍 秦孝公十三年 即公元前三四九年 在大梁造商鞅的主持下 秦国迁都咸阳 迎建都城和宫市 自此以后的一百四十多年里 咸阳城及咸阳宫 一直是历代秦王执掌朝政的所在 公元前二二一年 嬴政完成统一大业 又在与咸阳宫隔阂相望的渭河南岸 营建起了著名的阿庞宫 也就是今天更加靠近西安市市区的 咸阳城秦阳城移植南区 因为两处宫殿群之间 由廊桥相连可以融为一体 于是原本规模就已经空前的秦朝宫殿建筑群 历朝历代再也没有被超越过 半个多世纪以来 对咸阳宫的考古发掘 其实也已经多次进行 但与秦朝灭亡时尚未投入使用 甚至还没有完全建成的阿庞宫不同 在位于咸阳园的北区 很多历史迷暗依然悬而未决 文献中记载的六国宫是否存在 张台宫又在哪里 庞大复杂的咸阳宫 不仅整体布局漫幻不清 而且作为皇帝的居所 类似陈豪这样必备的防御设施 竟然始终没有被发现 人们不禁疑惑 早已进入信使阶段的秦朝都城考古 为何如此艰难 时间回到2014年 刚从秦始皇帝林博物院 调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许卫红 突然接到通知 让他接手请咸阳城遗址 尤其是北区的发掘工作 得知这个消息 许卫红找来了很多以往的发掘资料 可他越是研究 越觉得心里没底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 承担一个墓葬 甚至一片墓地的发掘 远不如一处大遗址让人兴奋 考古学的目的是用实物资料填补历史空白 一片墓地能采集到的信息 很大可能不如一处聚落 一座城市 但让人遗憾的是 遗址主要集中在地表 千百年过去 沧海都可以变成桑田 遗址范围内的各类遗存 大多漫患不轻 受损严重 对于距今两千多年的咸阳宫来说 这处无比奢华的宫殿建筑群 很多东西都已经彻底消失在了 历史的尘埃中 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 二十多年 一直从事一线考古发掘的许卫红 没有被咸阳城这个烫手的山芋下岛 2014年剩下一过 他一边联络队员 精心组建配合默契的团队 一边独自一人赶赴咸阳园 实地考察遗址现场 之身来到咸阳园 许卫红做的第一件事 是对照以往的考古资料 逐个走访 已经发现的遗存现场 14年6月份吧 我自己到咸阳园上来以后 我方向都是蒙的 然后就开着车瞎转 拿着个导航 才核对这些原来知道的 这些遗址点 转弯这地方 恰巧有一座寒幕 恰巧有一座寒幕 给挡住了 咱们再往那边走 咸阳城遗址 此前划定的保护区 占地30平方千米 几个月下来 许卫红不仅跑遍了 已知的遗存所在地 还根据自己的推测 考察了不少 已经超出保护范围的地点 在考古队员正式进驻前 他绞尽脑汁 撰写了第一年度的发掘方案 可谁知 却没有得到研究院的认可 写的工作计划 被我们主管部门就打回来了 恨不客气地打回来了 仔细分析遗址平面图 他知道 图上点状分布的遗存之间 必定存在关联 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 咸阳城考古 最迫切的需要 或许不是发现新的遗迹点 而是尽快掌握 整个城市的功能和布局 毕竟 随着西咸新区 秦汉新城的建设 咸阳宫周边 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道路和建筑 留给考古队员的时间 并不宽裕 调整了工作思路 许卫红重新制定了工作计划 把寻找城墙机制 区分建筑功能 分析城市布局 当作第一阶段的重点 新制定的工作计划 注定了短时间内 不会有重大的考古发现 城墙已经寻找了很多年 很快找到的可能性不大 围绕以往发掘过的一基点 做新的工作 同样不会有吸引研究的成就 分析整个城市的布局之前 还要做海量的勘探 2015年一整年 考古队把主要精力 都放在了寻找城墙上 包括咸阳城的外锅城 和咸阳宫的工程在内 每一个可能存在的地点 都是勘探的目标所在 时光荏苒 沧海桑田 当年繁华的咸阳城 先是在汉唐时期 成了陵园和墓地 后来又化作了农田 咸阳园久经变迁 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 虽说那时候 一国国都的城墙 很可能高度和宽度 都会超过20米 但如今却只剩下 被泥土覆盖的地下基础 想要找到它 即使是在拥有摇杆 木探等高科技手段的今天 却依然只能依赖于 考古队员手中 这一支支单薄的洛阳产 我要打成千上万 数十万个的那种眼 哪一个眼碰到夯土了 那我再去 根据这个现象去追这个枪 找到夯土后 再挖掘探沟 加以解剖 进而根据夯土建筑的形制 包含物 加以分析 首先判断它是不是墙基 再确认它是否修建于 战国或秦朝 才能确认它是不是 考古工作者半个多世纪 苦苦寻觅的咸阳城城墙 就在这样日复一日 重复却并不简单的过程中 2015年悄悄翻了篇 咸阳城遗址考古队 新找到的古代遗存 几乎涉及了各个历史阶段 涵盖了各种建筑结构 却始终没有咸阳城城墙的影子 2016年 寻找城墙的工作继续进行 但一切仿佛都是2015年的重演 希望一次次被点燃 又一次次熄灭 两年下来 我们认为可能是城墙的北部 城墙的西部 就是城的西部和城的北部 去找这个墙 用两年的时间 在那个水渠边 岛路边什么事 能打的地方我们都去打 这么多年 很多人都在找这个墙 如果地面上有 肯定调查就能发现了 如果说它已经被破坏了 就是残存在地下 那个夯土地基 我们也是能打到的 但是这样子两年时间 我打下来之后 我是没有 执着或许是人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过于执着 势必要消耗太多人力物力 还有最宝贵的时间 又是半年过去 许卫红终于对寻找城墙 失去了信心 所以16年的时候 我就形成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可能要放弃找墙了 它没有墙 咸阳城的建立 是在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自死以后 实力大增 后期完全凌驾于六国之上 国家的疆域不断扩充 都城的范围也不断变大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秦美魄诸侯 写放旗公事 坐至咸阳北板上 南陵位 自雍门以东 至京位 玷污赴道 周阁相属 意思是说 秦国打败一个诸侯国 就会在咸阳园上 原样复制一个该国的王公 于是 零次至比的宫殿建筑 从咸阳宫 雍门向东排开 一直绵延至 京和和卫和交汇的地方 要知道 今天京位交汇之处 与咸阳宫核心区的直线距离 可是有二十千米之遥 如果从北京故宫出发 向东二十千米 已经到了通州 向西二十千米 也早已抵达了石井山 假设咸阳城 或者干脆说咸阳宫 真的拥有这样的规模 那原本的城墙 又怎能容纳 即使曾经有过城墙 秦人自己也得拆除它 考古发掘是一门严肃的科学 科学允许大胆假设 假设之后还需小心求证 自孝宫已降 秦国的咸阳时代 历经惠文王 武列王 昭襄王 孝文王 庄襄王 以及秦始皇 秦二世 等诸多统治者 并不都是雄聚海内的霸主 咸阳城起码在设计之初 应该会考虑 如何防御这个问题 城墙苦寻不到 许卫宏突然想起 生活在黄土高原 见惯了沟壑的秦人 会不会重新启用壕沟 来当作唯一的城房设施呢 在这个找墙当中 实际上就发现了 就是北边有一个这个沟 这个沟结果跟文先生一对 就好像在汉武帝的时候 修过一条城墨渠 汉武帝生活在西汉中期 这时候咸阳城 已经被废弃了近百年 水渠怎么会和咸阳城有关呢 以前的那些老一辈的学者们 都认为这个地方这个沟 他们也看见了 他们认为这个沟 是跟城国渠有关 但是没有这些勘探的这些核实 城国渠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 始建于汉武帝时期 三国的曹魏政权曾经增辟过水源 西魏 唐代 民国也都多次加以修缮 直到1971年的宝鸡侠引卫灌溉工程 也利用了部分渠道 正因为城国渠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扩建 因此渠道纵横交错 学者们才仅仅是根据经验做出判断 没有进行细致的考证 有了新的设想 考古队员开始仔细勘探这条 位于咸阳园二级台园北侧 横灌东西的豪沟 乘过去应该是从西向东流的 这样子东边肯定是越来越低 它水才能往东流 而我们打的这个沟底 它东边高 西边低 这个流不过去 那个落差还是比较大 在将近3000米的范围那边 落差有将近10米 它就随着这个圆 这个沟等于就是圆高它就高 随着自然地势这么一条沟 清修水利是为了打破 自然环境的限制 但眼前的这条沟沟 虽然明显也是人工建筑 但完全因是力道 因此很可能不是什么水利工程 后来我就感觉这个问题 这个事比较大 因为牵扯了一个纠正学 前边的认识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到底是啥 如果我们否定成果局 那这个是啥 探索一条淤色严重的古代沟渠 最实用的工具 依然是洛阳产 面对几千米长的钻探目标 考古队员首先 要一家一户去解释说明 争得同意后 还要等待农作物收获之后的 空余时间 尽管探控直径只有几厘米 但如果真的遇上 不愿意配合的群众 酸碳工作就会又耽搁一击 就在这样艰难的过程中 队员们还是发现了不少疑点 往南这个地层里面的夹杂物 就是越来越多 往北慢慢地就越来越少 而且还是汉代的越来越多 就是那个成分上汉代的越多 所以就感觉 老是感觉这个地方 这个沟是一个界限 东西走向的长沟 以中心线为界 沟渠淤土中的包含物 精卫分明 越往南包含物越多 大部分都是些汉代遗物 这些发现表明 沟渠南侧 人类活动频繁 北侧则相对荒凉 因为它是在汉代 被逐渐淤塞 沟的年代 很可能要更早一些 慢慢地我自己 找到了一点 对咸阳城的这个门 找这个城的门道 那不是说我要找它的城 找它的门指 是我觉得找咸阳城 应该用一种 跳出传统的 城市考古的思维去 对于沟渠的秘密 考古队员尽管 已经有了初步认识 但关键的证据 直到2019年初 才最终获得 这一年春天 在取得国家文物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和土地所有者三方许可后 考古队 根据多年来的勘探数据 选择了一个最理想的位置 对沟渠进行了解剖 我们找了一小块地方 做了一个 大概就是一个 200平方米的一个视觉 我们把这个沟挖开了一段 挖开一段看了一下 然后确认它的这个时代 就是沾滑 到清代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能确认 这是一个人工挖成的这个沟 它的那个沟的底部 还有那个人工 拿套片铺成了一条 像路一样的东西 队员们发现 这条沟渠与建造的年代 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 的确与咸阳城的建成历史 基本吻合 在六米深的沟渠底部 似乎是为了防止漏水 古人专门铺设了一层陶片 这样高的施工标准 显然不适合大型水利工程 考古队员讨论后得出结论 沟底铺设桃片 不仅能防止渗漏 还能方便清淤 就是这个沟它可能当时使用 是要经常养护 因为有雨水啊 或者进去一些那个 类似于垃圾的东西 逐步逐步它那个深度就会变浅 然后可能经常有人会要 在里面经常养护 把那些垃圾啊 把那个雨腿要挖出来 这个认识来源于钻探时 就已经注意到 发取时有再次证实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沟中泥土的包含物 最早直到汉代 沟中没有秦朝遗物 说明当时有人经常清理 既然需要在沟底活动 那就表明这一条沟渠 当时可能并不是一条水渠 在秦代的时候 应该这个沟是一个干燥的状态 它就是一个干的一个大沟 然后但是后来慢慢 应该可能再到了汉代 沟的底部被 慢慢就因为没有人养护了 这沟的底部被填满 有意思的是 这条琴带的沟渠到了汉代中期 功能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这也是很多学者此前断定 它就是成果渠的重要原因 当然慢慢到大概填满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沟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样子 就是它里面 它好像变成了一个像水沟 从泥土淤积的细节来看 一开始 这条沟渠还只是自然淤积 但是到了某一个位置 淤土开始分层 呈现出河流底部的典型状态 可能在汉代有人 又在对它进行加工和修整 变成一条水沟 这个水沟也沿用了很长的时间 于是 千古之谜就这样产生了 这一条沟渠 既是学者们推测的成果渠 又是隐藏着咸阳城重要秘密的城豪 历史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跟考古工作者开了一个玩笑 咸阳园二级台园北侧豪沟的性质 被确认以后 考古队员终于意识到 这里就是咸阳城 同时也是咸阳宫的北边界 这个沟在汉代的时候 被重新利用 变成了所谓的城豪去 但是在它最早的时候 它的性质 应该就是一个人工修剪的 类似于护城豪的一个东西 或者护城沟的一个东西 咸阳园每一级台园之间的落差 都有数十米高 在这样特殊的地质环境下 高大的城墙 似乎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可能实际功能上 它不太需要这个城墙 但是从惯性上来讲 它又不会突然停止 那么它就得有一个 用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来代替这个城墙 除了惯性 城墙改成壕沟 其实也很有现实意义 设想一下 如果北侧修筑有城墙 当敌人从这个方向迂回 也就是从三级台园 利用绳索坠下时 城墙岂不是为敌人落脚 提供了便利 这时候深达六米的壕沟 自然要比城墙更符合需要 数年的苦苦寻觅 城墙终于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 当然在寻找城墙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并非一无所获 时间回到2015年底 正当考古队员打算放弃寻找城墙 发掘其他遗存时 村民突然提供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消息 在距离考古队驻地不远 一个叫聂家沟的小村旁 千百年来 台园峭壁上不断暴露出 累累白骨 村民的怀疑 这里有一个万人坑 我到现场去一看 我看着骨头 这是个古作坊 因为一般性的 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 它只会是零星的 你发现一些工具 一些原料 一些什么废品 半成品的 但是当时我到现场去一看 接着摇背毛 底下一看 那么厚的一层 大概也许了有二十多米长 聂家沟崖壁 暴露出来的白骨 虽然数量惊人 但这些骨骼外形方正 明显已经经过了初步加工 近年来发现的 先行时期 手工业作坊遗址 往往就是以制陶 制骨 铸铜为主 经验丰富的许卫红 一眼就判断出 这些骨块绝大多数是牛骨 发现制骨作坊遗址后 许卫红难掩心中的兴奋 眼前的作坊遗址 绝对非同小可 如果此前考古队员的判断 没有错误 整个二级台园都属于宫殿区 那么眼前的作坊 就只属于秦朝宫廷 也就是少府所有 我们之后来就组织了一些 考古的就是一个 小规模的一个发掘 发掘的不到20平米 然后深度上面就有个 最深的地方一米二 出土里有600多公斤 如果说一般情况下 考古发掘是小心翼翼 踢出泥土 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代文物 那么聂加沟古坑的发掘 则完全颠覆了这个规律 工作面上文物密密麻麻 拍照 绘图 提取 反反复复 让队员的心情从惊喜 很快变成了麻木 我们这部师傅 可能都有点视觉疲劳了 他都很难 这个也要嘛 那个也要嘛 他就很觉得这么多的 咱们弄回去怎么办 那个量实在太大了 与石制品 木制品一样 骨制品也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 生产和生活用品 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时期时代 远古时期 鲜明利用来源广泛的动物骨骼 制作小道骨针 骨猪 大道标枪 头毛等饰品工具 种类繁多 应用广泛 人类社会进入青铜时代以后 由于金属制品的迅速应用 骨制品地位明显下降 大多被局限在了装饰品领域 涅加沟制骨作坊中的产品 也明显属于这个范畴 弄过来之后 其实我们稍微地一分类 一挑选这个标本 我们就明显地看到 第一个它的产品 是应对高等级的人来的消耗品 它不是必须品 涅加沟出土的骨制半成品 数量最多的是棋子 代沟 代绝 马镖等 牛骨制作的棋子 入手光滑 温润 实用性不亚于美誉 马镖是套在码头上 马镖的一部分 代沟 代绝 都是古人束腰的工具 这其中代绝的出现意义非凡 我叫代锯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咱们现在人 经常皮带上的那个皮带扣 就是那个东西 无论材质和造型怎样变化 代沟的结构都相对简单 而代绝的出现明显晚于代沟 近年来出土的代绝都是战国以后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来说 涅加沟至古作坊的时代 极有可能已经进入了统一之后的秦帝国时期 在许卫红的推测中 这座国营或者说皇家工厂 在里面劳作的应该是类似咸阳工太监 工女这样的人群 生产出的产品也主要是供皇宫使用 跟那个我搭档他们的说 我说你想这个离宫太近了 因为骨气加工这个东西它肯定是有气味的 所以在最初的别的地方把这些尽量的就要弄好 其实说白了也能看到有这样整个这个帝国机器 它是各个环节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涅加沟的发掘结束之后 时间已经进入了2016年 这一年春天考古对岸计划 对一组此前钻探发现的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 它处在这个祥阳城的宫殿区和这个西汉安陵之间 这么一个位置 这批建筑遗址它的东 往东大概一公里 是这个当年80年代70年代发掘过的 咸阳城的一二三号宫殿 咸阳城的核心区及宫殿建筑群 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 当年考古工作者选择了保存状况最好的三座宫殿进行发掘 人们由此得知 咸阳宫整体由许许多多类似的单体建筑组合而成 例如一号和二号宫殿就是一组东西对称 长60米宽45米的高台建筑 秦朝灭争时 咸阳宫的建筑大多毁于战火 但从遗留下来的机制看 这些宫殿极其考究 为了彰显皇家威夷 仅支撑建筑的夯土台就有六米多高 每座建筑本身又包括若干房间 除了大殿之外 还附属有卧室以及专用的浴室等 根据出土的构建分析 宫殿墙壁上曾经绘制有内容丰富的壁画 有车马 人物 花木 建筑等不同题材 秦朝灭亡不久的西汉初年 咸阳宫大部分区域已经荒废 咸阳园二级台园也很快成了刘氏皇族的邻区 一号宫殿西北方向大约两千米外 并排矗立着西汉第二位皇帝 惠帝刘盈夫妇的安陵 以及被雨后堵死的赵王如意陵 由于新发现的建筑群 与安陵和一号宫殿距离几乎相等 因此它既有可能是秦代宫殿 也可能是汉代地灵的附属建筑 在咸阳园搞发掘 时刻要冒着把西汉建筑错认为秦代的风险 但与一号宫殿距离如此近 考古队势必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这样的话就只能靠发掘工作来认定 这个建筑的时代和这个性质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其中一座进行了一个发掘 根据钻探数据 总面积接近两千平方米的建筑群 分为三个房间 自西向东排列 考古队员要发掘的 就是位于最西侧的一号房间 就是在发掘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挡态堆积 就是所谓的房顶塌了之后的那些瓦片 散落在这个掩埋的这个建筑之上 仔细观察乌瓦的状态 原本以为能就此揭开 早期宫廷建筑营造法师的考古队员 惊讶地发现 眼前的屋顶结构只是看似完整 让我们发觉这些这种材料 它都是残碎的比较厉害 就是说证明在 这个建筑倒塌之后 废弃之后 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 后期还有人对它进行过破坏和扰动 探方中的瓦片 制作十分考究 非常符合官方建筑的身份 但如此精美的瓦片 为何没有人要 还遭到了破坏呢 揭开几块瓦片后 考古队员很快就发现了原因 建筑的墙壁上 地面上有很明显的那种猛烈的火烧的痕迹 就是当时的墙壁和那个地面都是那个土的那个墙壁和地面 然后被大火烧成那个红色 甚至是有的烧成那种青灰色 那种就是长时间经过猛烈的火烤之后 把土的烧流化了 结成那种硬面 瓦片虽然是在窑炉中烧制而成 但房屋焚烧倒塌后 受热不均匀的瓦片 反而更容易摔碎 结合项羽火烧阿旁宫的说法 看来眼前的建筑应该就是秦代的宫殿 火烧阿旁宫的秘密应该会就此揭开 可就在考古队员用朝圣般的心情翻看这些瓦片上的文饰时 却意外发现了一些明显的西汉特征 当时用麻布要做衬 然后它这个烧制好之后 它这个麻布的这个印痕就会留在上面 以往来说一般认定这个麻布纹的这个瓦 它出现的时代就是在西汉 布纹瓦主要流行于汉代 在汉武帝以后才彻底取代麻点纹瓦 一统天下 秦代宫殿自然不可能使用汉瓦 但汉代官府建筑为何会被烈火焚烧 难道说这仅仅是个巧合 已经因为寻找城墙耗费近两年光阴的考古队 会不会再被一处西汉建筑当个宝贵的时间呢